新加坡疫苗覆蓋率現在已經達8成 但是24號的時候 單日卻新增了1650例的確診 陳時中他也說以為有疫苗之後可以控制疫情 所以現在情況其實還蠻令人家擔憂的 怎麼看現在是不是光是靠單一這樣子疫苗的方式 也是很難控制疫情 請問市長怎麼看 這個是看國家的防疫策略 為了這個問題我還特別去查資料你知道 在過去七天你知道 從9月18號到9月24號 七天美國因為新冠肺炎死了1萬4千人 然後有89萬2699個新增案例在七天裡面 可是美國還是不管 所以是這樣 像美國我發現他最近這個月的新冠肺炎 他本來新冠肺炎的死亡率降到0.48 死亡率現在又爬到1.2級 但是我顯然美國現在在這個國家策略就是 他就是不管了 要撐過去 那這裡就是說他不願意因為這個 限制去影響他的經濟發展或是影響他的社會生活 這是一個這種戰略態度 你看英國也是 新加坡是這樣 新加坡很簡單你知道 他的防疫戰略已經改成流感化 但是我要再看數據 他雖然一日一天新增1650個 不過還要再看他死亡幾個 進加護病房幾個 事實上打疫苗你知道 減少感染的情況不多 特別是要6啦 但是打疫苗可以減少重症跟死亡 如果是採用這種策略的話 他就流感化的策略 就是說好不管打兩劑疫苗 我們以病毒共存 就是死亡率降到一個可接受的程度就好 然後就不管給他開放下去 在過程當中你知道 反正慢慢感染你知道 國家的醫療系統還可以應付的話 然後慢慢這個群體免疫慢慢建構 所以這個這一題是這樣 很顯然美國英國新加坡 他們的國家防疫戰略是採用流感化 以病毒共存的戰略 那倒過來像中國或是紐西蘭 有些國家採清零戰術 所以這個是一個要 我覺得這沒有對錯 就看看 如果國家決定戰略 跟國民說清楚以後 給國民來 也是一個策略 這條沒有標準答案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